早上好朋友们 我现在还是陪我的病人 做一个陪病人看病的工作 那我今天去的是Ridgeman Hospital 就是在Maple Ridge这边的一个Hospital 原来我也住这边 对不起我现在我必须吃东西 因为是我的break time 基本上呢就是我来 我跟着一个transfer team过来以后呢 我病人就进去了 其实我做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emotion的support一下 transfer physically support一下 如果他要有什么需求呢 会跟我说 我就作为一个family member 但是是我们医院派出来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 没有什么太多的physical job 因为我的胃不是特别好 你们都知道 今天天气特别好 我就赶紧吃 我的break time呢 我就吃黄瓜 苹果 还有那个茶 在support我这个camera 今天我刚刚到达这个cafeteria的时候 有一点点小小的不适应 以前呢是个咖啡厅 一般的咖啡 Seattle coffee就可以了 1块1块5一碗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bacery的stuff 现在呢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医院的cafeteria 都envelope在修缮 后来我们问他说是 Starbucks代替了Tim Horton 或者是Starbucks拿到这个contract 完了把所有的医院的cafeteria都改变 打造成了Starbucks的他的一个shop 对我来说呢 这个颜色有点像Starbucks的颜色 对我来说呢 commercial coffee对我有一些strong be honest 我自己喜欢那种淡淡的咖啡 家里煮过的 放三个heavy cream 你知道我有我的披头袋 就是说吃肉 肉是动物 然后吃nuts 吃沙拉 Apple cider vinegar and Exerogen olive oil 我这人有点 有点那个 太过分了 你没follow 那个YouTube上的Dr.Eric Burr 特别的健康那种 这个先不说 就是说 Starbucks很多人都喜欢 Fashion 还有cappuccino 拿铁 其实我都说不出来太多 因为我 你也就知道 我不怎么vizit他的店 除了有时候 我记得是 如果你过生日 你给他一个ID 他会给你一个免费的 whatever 你寄出来 他的文化呢 我不认为是一个 纯粹的一个咖啡的文化 加了许多糖 加了许多香精 还有一些aroma 这种香料在里面 那种culture呢 其实全然是美化的那种 美美的culture 就是给你让你 comfortable 特别开心 特别舒服 在里面 不管你花多少钱 只要是你那里的顾客 Apple不错 Susan这没吃过 是健康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 不是一个 纯粹的咖啡 而是一个 具有咖啡文化的 这么一个商业 气氛比较浓的 一个运作形式 要是咖啡来说 我比较喜欢 Tim Horton 他没有必要把 咖啡里面 放那么多糖 其实应该把这个 主动权交给你的 你的客人 你的customer 因为北美这边呢 就很有意思 但中国人呢 喜欢吃 吃盐 所以而且 喜欢吃面 所以呢 就引起了全国的大上下 都是五六十岁 就开始有了 那种富贵病 也就是糖尿病 然后我们家狗狗 就是 他所谓是指于糖尿病 当然是我的抱败 子不叫 母之过 在北美这边不控糖 全文上下 我们不能够有歧视 但是呢 其实身体上的舒不舒服 和一些complication 他自己最知道 当然健康 我都感觉到 健康深清了 哪怕五磅 五磅 不多就五磅 我朋友能看得出来 但如果我要是看别人 能够减 能够看出来减肥了 差不多是十磅到十五磅 你想啊 两三磅 就是你多吃一点东西 然后 就out of your body了 你基本上 没有什么大的complication 当然我上次去那个 阿拉斯卡在船上 我长了两磅 那也是nothing 就是 natural call you one time 你基本上就平衡了 back to your normal way 我的意思呢 就是说 keep一个比较 healthy的位 真的很重要 你自己不觉得你要拎着一个bucket of water 5磅 10磅 一个这么桶 你上楼下楼 你不觉得很重吗 身体有很大的负重 反正我感觉到 控糖还是很重要的 No.1 糖 provide什么东西 energy吗 顺时的 快下去了 你的energy down了 比如说我吃一点喝一点糖水救命可以 但是它的那个糖指数马上又瞬间要上去了 所以人种有depression 人的happy呢 有时候跟糖有关系 喝一点可能就特别开开心心的 但是过没到二十分钟半小时 你就会有档下去 特别快 北美这边对控糖 现在开始控制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不容易 因为水果 这些饮料 你不放糖 它卖不出去 直接影响到的 这些大公司的一些利润 利益 但是身体是自己的吧 我们自己要把它重视起来 这个糖呢 就是给你一点点瞬间的energy 然后 但是在另一方面呢 蛀牙 牙太贵 在北美这边看一个牙印 如果你没有印出来说 真的非常耳朵 一年洗牙每一次是167下笔 不便宜哦 一年两次 我还真的不特别爱洗牙 挺痛苦的 我坐在那个椅子上 我马上说 我下次再也不吃糖 我要很好的刷牙 用牙线 真的 所以我一见到糖就说 牙太贵 洗牙太贵 所以糖 不花钱 它就放在桌面上 在Tim Horton 在sterbox 在任何一个店里 糖就散开了 还有什么 那些pepper salt 番茄酱 这些都是免费的 但是你看看里面成分是什么 糖 高糖 高盐 所以呢 如果 为了你自己的健康 in the long run 控糖 咖啡呢 我基本上是晚上煮 第二天早上 给它heat up就可以 嗯 嗯 我是不喜欢Tim Horton 也不是不喜欢 Starbucks 我只是missTim Horton miss我以前的 让他们慢慢的brew 让他们慢慢的做那种老咖啡 那种家常的咖啡 我喜欢那种family kitchen的感觉 吃饱了喝足了 工作也完成了 回家了 别忘了告诉我 有关于控糖的心得 咱们大家互相的讨论一下 糖一分钱也不值 哪个store里头 咖啡店里都敞开了 给你供应 但是身体科你自己的 牙太贵 反正我不喜欢 坐在牙医诊所里 嘖嘖嘖嘖嘖嘖的声音 我太crazy了 所以呢 每次在那儿 我自己都会心想 再也不犯错了 再也不吃甜的了 每次拿牙线 好好的杠一杠自己 然后乖乖的回去 吃健康食品刷牙 可是每次当我get off the chair 我想什么时候再吃饭 人告诉我 two hours 你听说人是不是就这样的不长迹象 难怪医院的床永远不是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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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